孩子们早安,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字下三十一章 主题为为善为正为中 今天的经文中三十一章第二十节说到 西西家在犹大偏地这样办理 行业而华他眼中看为善为正为中的事 第二十一节 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 是遵守律法的诫命 是寻求他的神,都是尽心去行 无不亨通 其中说到行业而华眼中看为善为正为中的事 小朋友,这是值得我们来思想的 那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第一,西西家王带领百姓除去偶像 安排祭司按神吩咐献祭 这就是行业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在你的心中,你有没有一些偶像还没有除去呢? 比方说,游戏机重要过神吗? 第二,他吩咐百姓造神吩咐的十分之一 封献 结果,自从名将贡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 我们不但吃饱 且剩下的神多 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的名 所剩下的才这样封献 这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中的事 所以孩子们,你们有没有按时给十亿奉献呢?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福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应当给神那十亿的奉献 第三,他照神吩咐的 将献与耶和华的贡物和自圣的物 分给祭司和立位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 使专职服侍神的家庭中都有供应 这就是行耶和华眼中为善的事 孩子们,当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彼此的服侍彼此 有没有帮助对方呢? 在这三方面,可以来说 对自己为正 依靠救恩,追求圣洁 对上帝为忠 奉献之心,忠诚为主 对别人为善 仁爱,慈悲,供应周济 当时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 凡他所行的,无不亨通 所以孩子们,在这里我们要知道 神其实是没有改变 今天如果我们也照样这样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 我相信,凡我们所行的 也必定无不亨通 所以今天,孩子们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回应神 亲爱的上帝 你是赐福于我们的神 你愿意借着我们所行的事 来赐福于我们 求主耶稣你帮助我们 作为你的儿女 愿意行你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 以致我们所行的 在你手中无不亨通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愿神的话语赐福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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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